市面上有很多 專門for小朋友的防曬乳 這些防曬乳 大人用會比較不夠嗎 不會比較不夠 其實小朋友用的大人也可以用 大部分會標榜小朋友用 就是裡面以物理性防曬乳為主 怕它過敏就對了 對 怕它過敏 所以這一塊我們倒出來的話 它應該也是白的 白的…我剛剛有試用 我們之前講到那個 就是曬太陽的時候 有提到說 在歐美的很多的國家 因為他們這個種族的關係 他們小朋友曬 如果很小的時候曬太陽 曬過多的話 長大得皮膚癌的幾乎更大 很多 我剛從德國回來 我去慕尼黑大學的皮膚醫院 結果那些皮膚醫院 都在看癌症 什麼癌 皮膚癌 皮膚癌 基底細胞癌 基底細胞癌是一種 長得很慢的皮膚癌症 那跟日光有關 可是如果你早期發現 就把它切掉就沒有了 可是他們的人呢 因為發生率很高 他可能整個背上十幾顆 你仔細給他檢查 有五六顆都是基底細胞癌 第二個呢 是黑色素細胞癌 所以其實要做防曬 最重要最重要的重點 其實是為了身體的健康 因為這些癌症 像歐洲人也有一些人很奇怪 他很怕看醫生 他覺得癌症給醫生看完以後 切了一刀癌症會散步 所以他就忍著不看醫生 忍了十五年啊 你可以想像一個基底細胞癌 本來在皮膚的 他一直吃吃吃吃到底下去 結果長了一個像二十公分 在心臟這裡耶 整個吃到心包膜裡面去 那是沒有救了耶 因為本來那個其實算是一個 還算相對沒有那麼惡性的癌症 對 因為如果你記憶裡面 說外國人有多長得 你只要記得像美國總統 我記得雷根也有的 雷根好像是長在鼻子上還是哪裡 他就是 然後有一些就是 通常也長在背部 所以你看他會長到 相對容易曬到的部分 那個這就像廖醫師講 其實他長得慢 只要去看醫生 治療 去發現 及早發現 那在發現之前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要預防 我們今天姑且不論說 我們曬太陽會變得多老 多醜 多怎麼樣 我們都不管這個 但是跟生命健康有關係的 這個一定要特別重視 所以還是十點到三點 能夠不曬最好 那像澳洲這樣子的一個 旅遊勝地 也不適合在他們的夏天去 因為他的紫外線量特別高 那這樣子對我們東方人 我們東方人還好有一個好處 就是我們的皮膚是有顏色的 那我們皮膚本身提供了 SPF4到6的一個防曬係數 本身是有提供這樣子的 對…我們自己本身 沒那麼容易曬傷 黑人的防曬係數更高 對 黑人的防曬係數更高 他們有到SPF30嗎 他們都很好聽說 不是 我他們都在30 可是雖然我們有這樣子的保護 我們可能就會更疏忽 就是我會覺得說 反正我也不容易曬傷 所以我防曬也不用擦 我就出去也沒有關係 這是不行的 還是要擦 而且現在陽光越來越毒了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 擦防曬乳就不會曬傷嗎 這個迷思是要改正的 是不對的 你要隨時去補 然後看看你的防曬係數 再來看到的是 騎車的時候 口罩 手套 袖套 安全帽 樣樣齊全 一定不會被曬傷嗎 我們有一些錯誤的 一些防曬辦法 就覺得說 反正就是用一些比較深色的 把陽光遮出去 可是你發現它的吸熱也會比較高 所以有些人用的那個防曬的袖套 他用的是比較深色的 比如說黑色 紫紅色這種 他覺得他可以過濾它 可是它也會吸熱吸得多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發現 袖套拿起來感覺上 好像沒有那麼那個 可是裡面就開始什麼 會流汗 因為它吸熱 很熱 所以你發現夏天的那個衣服 他們都是比較淡色的衣服 然後或者是陽傘 你要拿的比較淺色的 這樣子就反射把那個 我們說的那個曬的那個能量 反射出去會比較好一點 不要拿錯這個袖套 也不要拿錯傘的顏色 所以穿比較淺色的衣服 在這個夏天裡頭 會比較 會反射陽光 比較不會讓它曬傷的 係數高 那當然臉就要記得像我這樣子 因為我也不能把它遮起來 看不到嘛 會撞牆 但是這樣子就可以過濾掉一些紫外線 讓我們的皮膚比較受傷 那我要講眼睛周圍 眼睛周圍 其實我會鼓勵女性朋友要上妝 因為眼睛周圍 如果我們上妝 底妝本身會反光 它就是一個很好的防曬品 對 有不對話 可是人家會覺得 那你去洗頭 還要曬什麼 防曬啊 防曬啊 對 這是最好的防曬品 因為它其實 很多那個化妝品 它現在都有做到 又有防曬的 對 以前只有在基層的 對 現在連那個彩妝都會有 但是還是要注意一下不要太多 免得到時候曬陽光一曬下去 它可能會吸熱多一點 所以眼睛周圍做防曬很重要 對 很重要 然後眼睛帶還是帶墨鏡 然後 墨鏡還要挑喔 不能寫那種很奇怪的什麼紫色 對 顏色也很重要 因為墨鏡各種各樣的顏色都有 紫色藍色那種好像比較 就是你看有沒有UV400 比如說它上面會有一個認證 表示說它確實有抗一定的防護功能 那除了看防護功能之外 他們一眼科醫生比較不建議 是類似像灰藍色系的 灰藍色系 藍色的好像是比較不適合 因為藍色跟黃色或是互相的顏色 那你的黃斑布最怕這個顏色 所以他們說藍色的可能就是 比較不理想 比較保護到我們眼睛的那個 視網膜這個部分 甚至有些你去買那個 比較好像比較一種 行家型的那種眼鏡店 它會拿出那種 有一個透視的那個 它會驗出來說 你這個到底真的 有沒有在防UV多少這樣子 這樣會比較 假如你覺得那個 到底有沒有這個是比較安全的 它有一個機器可以測 是 再來看到下一個迷思就是 出門買個便當 10分鐘就回家 這麼短的時間不做防曬 應該也不會被曬傷吧 剛才我們有講到說 陽光是很毒的 他不會看到的說 你只有出門5分鐘或10分鐘 那個病人有人就這樣 他說 這小朋友而已 大概就不到20歲 他說 我說你買個便當就中暑 他說對 我好好的出去 然後回來以後 又覺得整個頭發燙 噁心 所以我們中醫就會什麼 在他的這個 能夠散熱的這個肩胛 或者是我們的脊椎 這上面這個地方 還有如果放 就開始把它刮一刮 所以10分鐘是中暑還沒到3分 尤其是在 因為你這樣知道 你要買便當 早上你大概不會去買便當 晚上可能會買便當 就OK 可是中午 不是透大熱天 透大熱天 結實好了 尤其是我們台灣 減肥有防曬 所以有的 我們病人有一個我說 那你常常容易這樣子 會中暑 那你怎麼預防它 他說 當然看中醫之外 我都自己帶便當 我說他自己帶便當 因為他早上就帶來了 中午就在那邊 就吃掉了 省得出去曬太陽 就不會是曬太陽 所以剛才那個 廖醫師有講說 現在很多女生 或者是男性朋友 要把自己曬成古銅色 那曬成古銅色 或小麥色的皮膚 也是有技巧 那有一陣子 日本很流行那個 109辣妹 不夠OA 一定要曬那麼黑 然後還要去什麼機器 曬成這樣 台灣也有 可是這種曬 不會被皮膚有傷害嗎 會啊 長期間來說 其實我們不鼓勵 因為你去曬 就是增加紫外線的暴露量 那年輕的時候沒有感覺 等到年紀大 長了這個肌底細胞癌的時候 後悔就來不及了 但是有的人真的很喜歡曬 那我真的很喜歡曬的話 我們可以用一些東西來幫助 有一些是助曬劑 它還有一些成分 那那些成分會 結合到我們的角質蛋白 那在曬太陽的時候 它會變色 那可以卡一段時間 但是會被洗掉 那如果說想要 比較Nature的方式 就像我說的 擦低細數的防曬品 比如說你擦個SPF12 然後出去曬 然後去曬 那就黑了 那至少你曬傷的比例會變小 可是它慢慢會 會烤黑 真的 對 所以用這樣方式 不過還是比較不鼓勵 這樣子做 對 尤其好像是用那種防 就是運動 把它曬成股東色那種機器 好像有研究說 有一些人對那個東西 好像長期這樣曬 也是要讓它得那種皮膚癌的 是啊 所以一定會 因為它就是強烈的這樣 長期的一個累積紫外線 那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我這樣擦防曬乳 我每天都無時不刻在補 那個防曬系數 那我們不是要吸收那個 陽光嗎 要那個鈣跟維生素D 我們要讓自己的那個鈣質 可以被吸收 那這樣子會影響到那個 維生素D的吸收嗎 其實我們 那就要看這個防曬品的成分 的確有些防曬品的成分 它會導致敏感 所以 而且像我本身 以前如果用的不是很對的防曬 我會發現痘痘會長得比 平常都嚴重 會很油是不是 因為